你们究竟是习惯了残忍 还是看惯了恶毒 很快我们就会让那些阴谋 不好虐 顺德仙姬与姬云和两人 都困在爱这一字中 姬云和与常义两日久生情 奈何两人的感情终究是虐恋 常义因娇人的身份 仙姬想要驯服常义 奈何常义宁死不屈 直到仙姬用姬云和威胁常义 常义肯才屈服 但姬云和并不想耽误常义 想放设法带常义逃出万花骨 奈何顺德仙姬是心狠的人 下令追杀姬云和与常义 姬云和为了常义能逃离 一手将常义推开 故意说狠话 让常义狠自己 远离是非之地 常义掉悬后被天使救下 常义因爱生恨误会姬云和 从未爱过自己 因此黑化在北京组建军队 还变成时间上最强大的妖 而姬云和被顺德囚禁 在游灯枯节时 姬云和幻化九尾狐妖 自曝原神与千姬决一死战 却被常义无意见到瞬间崩溃 后来常义从国师府救出了姬云和后 却发现堪命不久已 在姬云和最后的日子 常义最后将将人的印记给了姬云和 从而保住了姬云和 但却失去了记忆 幸亏最后能相守一生 那么喜欢这部剧吗 欢迎留言评论